内地奥运健儿防港代表团防港执行结束 目前正在广东珠海进行防疫隔离 12月12日晚 亚洲飞人苏炳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此次防港执行与香港市民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更好地展现了内地奥运健儿拼搏向上的精神 参加这个消防局的那个活动 因为可能这是跟之前16年的就是不一样 这是有更接近的这个互动 然后也在这个现场给他们运动员做了一些这个运动的示范 然后他们也在参与了 然后后面有一个环节就是拉那个车 然后筹那个扇款 我觉得通过这种有意义的事情来跟他们香港的人民群众来一起 融合在一起的话 更好展现出我们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拼搏 还有这个向上积极的这种感觉 苏炳天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白米半决赛中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 此次防港所到之处都有许多粉丝为他喝彩 有香港市民认为 奥运健儿顽强拼搏的精神与香港的狮子山精神有着共同的底色 自治山确实是代表了整个香港的这个这种奋斗还有努力的精神 我不敢说自己能够带说跟这种精神是融合 但是运动员在场上就是 也是勇于拼搏 不顾一切的去做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但是我希望我们这次过去能够给予还有感染到香港人 我们运动员其实就是在为国争光 然后在场上是拼搏奋斗 采访中苏炳天基于香港青少年 希望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找到定位并为之奋斗 因为我觉得一个对一个青少年来说 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找到存在感 成就感 荣誉感 挫败感 只要他们找到这种东西的话 很快就可以认定自己的目标 为什么继续努力下去 对于即将到来的反澳之行 苏炳天也表示期待 希望能在澳门留下美好回忆 主要是展现我们自己本来的这个拼搏 还有奋斗的精神 而且刚好我看了一下日期 12月20号也正好是澳门回归的日子 我希望我们能够去的 这次能够在澳门留下美好的回忆吧